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揭示哪些宇宙奇观呢 我们是不是终于能解开火星的秘密了 对于火星上是否有生命这个问题 故事还在继续 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索伊利号发挥的最新 令人探为观止的360度火星景观 深入挖掘火星的发现 可能揭示的有趣事实 想想看 外星生命的可能性 以及人类可能在这颗红色星球上生存的前景 科学家们 这些通常是身思熟虑后才会提供事实的人 现在通过猜想 火星上是否有生命 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 这种猜想 让天体生物学家们 把地球和火星做了个对比 暗示着水在促进火星生命出现方面 可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像它在地球的进化历史中所做的那样 美国宇航局2020火星任务的目标是 收集地质样本和研究表面地形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当我们不懈地筛选海量信息时 外星生命的可能性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人们对火星可能支持生命的想法如此着迷 以至于对人类在其他行星上定居的前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尽管科学家警告我们不要对此过于乐观 但这种在其他行星上定居的诱惑依然存在 漫游者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火星上过去 或现在生命的可能性 科学家特别关注那些历史上存在水的地区 因为靠近湖泊或其他水体的地方 可能为生命提供的最佳环境 通过检查这些区域 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过去的移居性 以及微生物生命的潜在存在 重点放在火星上存在水的区域 漫游者只在找到可能解开一些谜团的线索 这些行星一直充满谜团 为正在进行的火星生命潜力调查提供了重要数据 耶泽罗陨石坑 这个名字意味着斯堪蒂纳维亚半岛的水 因其地质重要性被精心选为2021年的着陆点 它坐落在一个陨石坑中 人们相信这里曾经是火星上的一个湖泊 这是其成为研究伊犁号的理想地点 2021年2月 伊犁号在耶泽罗陨石坑成功着陆 科学任务随即开始 这个着陆点被命名为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着陆点 以纪念这位已故的非裔美国科幻小说家 这一举措强调了科学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 向这位探索投机未来的远见者致敬 想想 美国宇航局的大脑们坐在那 研究着一堆星图和数据 然后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 伙计们 我们找到了 耶泽罗陨石坑 可能是火星上最长河流的家园 这不仅仅是一条小销 我们再说 一个可能见证了数十亿年历史的大河 让我们的红色邻居的表面变得活灵活现 考虑到火星自己也有着46亿年的历史 跟地球差不多老 这整个事情就像是打开了一本史前星球的历史书 选择耶泽罗陨石坑作为着陆点 这可不是随便决定的 这是一部精心策划的棋局 目的是为了挖掘火星的古老秘密 并评估这个星球过去是否有适合居住的环境 这个陨石坑不仅有湖泊 还有独一无二的地质特征 为伊犁号提供了一次金牌机会 去探索和收集那些可能会大大揭示 这颗红色星球演变秘密的样本 伊犁号将在奥克塔维亚 伊犁沙白 巴特勒卓陆点进行探索 目的就是要解开火星的一些谜团 成不提供的信息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的邻居星球 还可能为地球与火星共有的更广泛宇宙故事贡献一笔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遇 生命可能不仅存在 甚至可能在火星上持续存在 而且伊犁号不是单打独斗 他使用了一个叫做夏洛克的高级光谱仪 专门设计来检查化学物质和有机物 帮助我们在这次寻找生命迹象的任务中 夏洛克在这个任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他在火星的景观中寻游 寻找那些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生命迹象理解的线索 在这趟七个月 跨越了超过2.931英里的火星任务中 伊犁号的成就真是难以置信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旅程中 他并不孤单 他还带着第一架被送到另一个星球的直升机 机制号 这架小型直升机 在展示低火星环境中的动力飞行潜力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机制号的成功飞行 不仅是个重要里程碑 还为未来的火星探索计划揭开了新的可能性 伊犁号和机制号的联合使命 标志着我们在扩大对火星认识和增强未来任务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2021年2月18日 伊犁号的着陆设计一项大胆而复杂的操作 被称为恐怖的七分钟 这个精确而细致的过程 包括使用超固体降落伞 天空起重机逐渐下降 以及在火星表面温和着陆 这是耶泽罗云时坑探险的关键阶段 就在那个特别的火星地点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眼中闪烁着光芒 他们猜测那里曾是支持着湖泊的历史家园 甚至可能藏着古代微生物生命的线索 就是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伊犁号在那令人屏气的七分钟里 完成了他历史性的着陆 这一切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 还有NASA那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成功穿越了火星的充满挑战的大气层 抵达耶泽罗云时坑 标志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火星探索任务的开始 这个地点不仅地质和天体生物学意义重大 它的选择也充满科学期待 目的是揭露火星的古代历史和它过去的移居潜力 这强调了漫游车在深化我们对这颗红色星球 神秘过去理解中的角色 以及为什么有机物质对火星来说至关重要 就在去年9月15日 NASA识别出了有机材料 伊犁号任务管理部门确认了这一点 这极大增强了该任务对火星探索的相关性 这种碳基物质对生命至关重要 通常存在于植物和动物的排泄物或分解物中 这让伊犁号的发现更加激动人心 伊犁号覆盖了8公里的土地 在对耶泽罗云时坑进行系统探索期间 从各个山脊收集了样本 特别是来自斯金纳山脊和野猫山脊的两个样本 因为它们含有迄今为止 在火星上发现的最高浓度的有机物质 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一发现不仅提出了火星过去 或当前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而且开启了一系列探索的新篇章 有机材料的识别给任务目标增加了新的维度 强调了解开火星之谜的重要性 并为我们了解外星环境提供了关键信息 一系科学家桑兰夏尔玛指出 火星车发现的有机物质数量的增加 是其寻找生命任务的关键线索 伊犁号已经从包括斯金纳岭和野猫岭在内的多个地点 收集了样本 这些地方的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在43个可用样本管中 只有25个预计存储在火星车中 这些样本的重要性不亚于宝藏 在任务的关键时刻 这些珍贵的有机物质将被移交给着陆器 样本回收器 安全返回地球后 这些样本将接受科学家的全面分析 这项细致的调查结果 预计将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火星的秘密 这一发现 标志着美国宇航局和欧洲航天局 合作努力的关键时刻 回应了1996年大卫麦凯和同事提供的暗示 火星上可能存在生命的证据 随着科学界对在火星上发现的 有机物质影响的深入研究 这项长期的联合探索 强调了对解开火星之谜 和确认其存在生命的持续承诺 科学家们的关键证据 陷入在一块非凡的岩石中 被称为ALH8401 这块岩石被视为超过黄金的珍贵 因为它被认为是穿越太空 最终到达南极洲的火星岩石碎片 麦凯通过展示这块非凡的太空岩石 启动了关于火星上生命潜力的讨论 尽管这一发现 促进了科学界和公众的热烈讨论 但也引起了不同的观点和怀疑 关于火星生命的争论中 威廉 乔普指出 尽管有机材料的发现非常有趣 但这并不能最终证明 当前火星上有生命的存在 这种分歧强调了持续研究和分析的必要性 以确定地外生命的存在和性质 反映了我们对火星的理解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火星探测任务 配备了各种工具如相机 麦克风和采样器 其使命是探索和揭开这颗红色星球的奥秘 尽管只有少数人可能会质疑 火星是否曾经支持过生命 漫游车的目标是从火星表面 收集超过43个存储的样本 同时寻找氧气的迹象 仔细记录频率波 为我们揭开火星的神秘面纱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毅力号那样帅气地降落在火星上的时候 它并不是独自来到这个红色星球的 有个叫机之号 也称小机灵的小伙伴也一起来了 它是一台火星无人直升机 它的任务是搜集数据和拍摄照片 想想一下 这个小小的直升机已经完成了29次飞行任务 成为第一个在火星环境中展示动力飞行的家伙 历史性的一刻呀 这不仅展示了直升机捕捉火星周围环境的神奇能力 还标志着它在确定位置方面的巨大价值 它的成功飞行超越了航空成就 还在任务规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帮助毅力号侦查和探索之前没人涉足的区域 最近进行的动力飞行测试 为火星探索开辟了新天地 提升了毅力号的能力 从空中视角 扩展了我们对这颗红色星球地形的理解 机制号的非凡成功凸显了 NASA的任务适应性和创新精神 现在 它已成为火星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随着任务继续展开 机制号和毅力号将提供新的见解 虽然短暂 但机制号已经在火星上空自豪地飞行了一段时间 为总体任务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毅力号和机制号的无缝协作 利用先进技术解开了火星的秘密 全面了解了火星的大气和地质情况 毅力号的发现可能揭示了火星生命的迹象 现在让我们直面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断言火星探测器发现的迹象 暗示了这颗红色星球上可能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那么这种想象力的扭曲 将为这个故事注入了一丝科幻色彩 从探索岩石中的生物材料 转变为火星上可能的殖民概念 这强调了太空探索的迷人本质 以及我们在探索宇宙奥秘过程中的无限可能性 这种轻松愉快的讨论 旨在为我们的对话注入一些未来主义和趣味性 当我们谈论到埃隆 马斯克和他对火星定居的雄心勃勃的梦想时 这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了 而是真实世界中的巨大激情和争论 马斯克在推特上分享的想法 不管你是怀疑还是幸福 都不能否认这个家伙是通过创新和独特性的完美结合 成为了一个革命性的人物 他的风险投资不仅挑战了传统 也激发了关于人类科技进步和星际旅行潜力的广泛讨论 火星生命的想法自1996年就开始营绕人们的心头 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把这个梦想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家由有远见的人领导的太空探索公司 致力于将火星变成人类的第二个家 这不仅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 也是对我们在宇宙中地位的重新评估 以及对在浩瀚宇宙中发现生命相互联系潜力的探索和沉思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冒险家和梦想家都跃跃于世 想要成为火星上的第一批居民 想象着在那片还未被触碰的红色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他们被火星内未经开发的潜力所吸引 心里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憧憬 但是科学家们就像那个在派对上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人 他们的谨慎态度可能就像一桶冷水 浇灭了人类在火星上长期定居的热情 让我们直说吧 虽然把人类送到火星上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但实际上这个想法充满了挑战和障碍 想要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就得有超人的适应能力 科学家们强调 我们得彻底评估这项任务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虽然在火星上发现生命的可能性无疑令人兴奋 但地球人可能需要更有力的理由才会考虑离开他们的家园星球 火星这个干燥 无水的星球与生机勃勃 水源丰富的地球形成了鲜明对比 火星上稀薄的大气和缺水的环境让人怀疑 这里真的能支持生命吗 地球上那些维持生命所必须的基本元素 在火星上似乎都变成了奢侈品 火星给人类提供的是一个充满敌意和荒凉的环境 而地球则拥有能维持生命的大气层和丰富的水源 考虑到火星上的宇宙辐射水平异常高 这对人类生命构成了潜在威胁 让人类在火星上生存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这种巨大的挑战 让星际殖民的梦想看起来更像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而且有意思的是 这种现实对火星救援 这样的电影叙事提出了质疑 那些电影里的英雄在火星上生存的情节 使得人们对火星居住的想法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猜测 从古老的描述到现代的电影 火星人或外星生命通常被描绘为 皮肤皱 温口 大眼睛的生物 这些形象来源于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和创造力 捕捉了围绕火星潜在存在的外星生命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 哦 说起火星和那些可能存在的 或者只是我们想象中的火星生命 真是让人兴奋不已 这个红色星球一直在激发人类的好奇心 推动着我们不断探索未知的边界 虽然 那些宇宙辐射确实给我们的星际旅行添了点障碍 但是对火星的迷恋似乎已经超越了现实 更多地沉浸在好莱坞那些夸张的轰动效果中了 如果火星人真的存在 他们可能因为火星上的环境和我们这不一样的生活习惯 变得比地球人还要高呢 但嘿 这只是我们基于对外星生物学的一些猜想 因为说到底 我们对火星的了解还是有限的 现在有人提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观点 想象火星人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 不过我们得承认 这些都还是推测性的想法 因为火星上的真实环境 咱们还没完全搞清楚呢 讲真 好莱坞有时候确实会把事情说得有点过 但随着科学调查的进步 我们希望能揭示火星的真相 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那里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的新见解 想象一下火星人 他们可能因为在自己星球上 寻找稀缺的食物而变得更高大 这种对有限资源的竞争 可能促使他们的身高发展 还有 别忘了火星距离太阳更远 环境更冷 这些都可能影响了火星生命的演化 毅力号火星车加入了探索火星的大家庭 努力揭开这颗红色星球的秘密 虽然火星的环境 让火星人的生存看起来不太可能 但通过从火星表面收集有机材料 我们正朝着探索外星生命的重要里程碑前进 毅力号在火星上的每一步 都是我们对这颗神秘星球理解的一大步 虽然我们还没能证实火星上是否真的有生命 但这项任务已经是人类探索宇宙的一次重大成就了 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火星古代历史和地形的宝贵信息 也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宇宙的整体理解 感谢您观看这个视频 如果您喜欢 别忘了点赞 并关注这个关于新科技的新闻资讯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